成掌柜 大晚上要自己走路回家 美丽兹小姐 赏光一些 为什么对萍水相逢的周文犬如此费心 成一只自己也不接 是担忧周文犬受到帮派残酷最新的报复 还是因为被周文犬正直的品性感染 无论我想天治的一期是什么有多少 他们终归是明码标价 但我的良知 无价 作为金融业者 对手里的资本眼前的社会 这个亟待拯救的国家 当你主动去肩负去承担 你才能有真正的尊严 一护士自己正在好奇 作为金融业者 从责任中获得尊严的滋味 成一只没有结论 但他清楚 绝不仅是大老爷说的同情实人 律师 停一下 停一下 谢谢 成掌柜 大晚上要自己走路回家 那丽丝小姐 赏光一些 钱庄又有烦心的事吗 没有 没有 你每次都这样 一聊到工作的时候 就闭口不谈 如果你再这样只闷在心里的话 我就不陪你走了 真的没有 我只是 想帮一个人 谁啊 还没帮善 好说是谁 而且能不能忙碌也不知道 该怎么帮也正在心 你想帮一个人 又不是求人帮忙 有这么麻烦吗 那 丽丝小姐教教我 我想得很简单 人家缺什么 你就补什么 人家想什么你就给什么 又或者 人家向往什么 你就帮助他追求什么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没什么 你在嘲笑我吗 没有 真的没有 周祥师 你的梦想是什么 梦想 研究室通缉你拒绝 研究牛奶是你迫于无奈 那如果我给你足够多的资金 还有你想要的仪器 你的梦想 我或者说你的理想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